东尼公司发来出稿剧本 我会请翻译公司翻译 让乔乔做好初步的了解 乔乔最近在抓紧实验自修英语 你把原文通部发给乔乔 让他读过之后再自己翻译 好的好的好的 这什么 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到的 每一个艺人的作品 都会有一份寄到公司 猫猫 猫猫 我的天哪 这不是那天哪家 哇 这么快就开灯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谁 拿下来这个合作 股东们就不会为难几年了 巧巧 你为什么非要揭露我 那些伤疤 好 景年 为什么要接 你已经看到了 那是我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接 你明知道我最讨厌 和牛奶相关的东西 这也是我之前拒绝的代言 你为什么还要接 我 我只是听说 这件事 对领域的股市影响很大 股东们都对你有意见 所以我 对不起 景年 我不知道会让你这么生气 我 我只是想帮你 是我对不起你 我的错 景年 我没事先告诉你是我的错 那我能问问你 你为什么这么排斥牛奶吗 走 景年 这里是 这是我和我妈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这看着 有点眼熟 你生活在这儿很长时间吗 住到我十一岁才离开的 离开是因为 你生活在这儿 当年要是我能早点回家 妈妈回去还能有救 妈妈 你看我得奖了 景年 这不怪你 我们不能选择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把握未来 妈妈的在天之灵 一定也不会希望 看到你现在这么痛苦 我知道 我讨厌牛奶 就是因为那天 谢谢 景年 我总觉得 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来这儿 那个年代的家里边 长得差不多应该都这样吧 不对 我好像真的来过这儿 从这个门走进去 有一个阳台 阿姨总是在那儿晒衣服 然后从那个阳台 能够看到对面的街道 对吧 你来过我家 其实 我只是 他就不想要是 你如果说的 我不是说你 我只能为我 你自己会 你会 你不讨厌 我只能为你 送礼物的人 謝謝你 那太好了 那瞧瞧祝阿姨生日快樂 萬壽無疆 謝謝 我曾經 給住在這裡的阿姨 送過牛奶 我還記得 那天給阿姨說了生日快樂 所以 那是你媽媽 說不定 我們倆小的時候就認識 我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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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瓶牛奶 是你送的 那瓶牛奶 有什麼問題嗎 媽媽就是生日那天 喝了那瓶牛奶才死的 難道她不是自殺的 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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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啊 新年 我曾经给住在这里的阿姨送过牛奶 我还记得那天给阿姨说了生日快乐 所以那是你妈妈 妈妈 醒一醒 妈妈 妈妈的蛇儿却成为她的寄人 难道这些都是因为瞧瞧 我还记得你 我还记得我的心 一种次之后 是你自己的心 就没有看